哈喽朋友们 欢迎来到小鱼的AI技术学堂 那么不得不说 现在的人工智能越来越强大了 那以前当我们在用一个GPT 3.5的时候 觉得3.5已经非常的牛逼了 它可以帮助我们写个文案脚本 所有的一切文案它都承包了 但是当你用了GPT 4的时候 你发现它比这个GPT 3.5还要厉害 那它可以直接给你出图 它里面的各种插件 甚至可以帮你画图 帮你做封面 还可以帮你生成视频 那么今天的小鱼又发现了一个好用的一个功能 就是一个GPTS 那在这里呢 如果说你还没有一个GPT 4的一个账号的话 大家可以点击这样一个按钮来进行订阅 这里呢可以订阅20到一个月 那么你也可以点击描述栏小鱼的一个便宜合注的一个链接 购买一个账号来跟着小鱼一起实操 一起来感受一下创造带来的一个快乐 那么首先呢 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一个GPTS 那这里呢我花了几个小时呢准备了一些文案脚本 然后让GPTS呢 它来帮我总结并且模仿这个文案的一个流程 让它模仿之后来帮我写出这样一个文章出来 结果呢没想到这个GPTS的功能呢一下子就直接把它给替代了 那么而且比我之前做的还要好还要简单 真的是超级的方便了 那在这里呢首先给大家讲一下呢 这个GPTS在哪里找呢 它可以我们点击这边左边这里可以看到有一个GPTS 那么我们点一下呢就会来到一个GPTS的页面 那同时呢你也可以通过另外一种方法点击左下角 这里呢有一个MyGPTS 我们点这个按钮来 它也可以来到你之前创建好的一些GPTS页面 那这里呢小悠儿就告诉大家一个基础GPTS的一个基础应用 如何设置 教大家呢如何创建一个自己的GPTS 还有一些简单的玩法和学习资源呢分享给大家 那么帮助你们呢更好的发挥一个GPTS的一个能力 那如果说你也想学习一个GPTS的一些知识的话 那记得订阅小悠儿的频道 给这个视频点个赞咯 这里强调一点啊 只有一个GPTplus会员或者说GPT4呢 它才能使用这个GPTS的一个功能 那这里呢我就带大家点这个按钮来进入到一个GPTS 那么来到这个界面之后呢 我们直接创建一个GPTS 这里呢给大家翻译一下 方便朋友们可以一起学习啊 看起来没有那么费劲 那这个时候呢 其实我们就来到了一个GPTS的机器人创作界面 那么GPTS呢 给我最直观的感受呢 就是它把恰了GPTS执行任务的门槛呢 大大的降低了 我们不需要再写一个复杂的一个指令 之前呢我们不是说要给它一个角色 要给它各种命令 那它才能达到我们想要的一个结果 但是在GPTS里面呢 我们只需要用一些简单的语言 告诉GPTS我们的需求 那它就能自动的完成所有的设置 包括一个名字 任务 说明 开场白等等 那么跟原来的恰的GPT比起来了 这个GPTS呢 就像是一个预设了任务 预设了对话窗口的一个机器人 可以看到 那么每次我们用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直接去执行核心任务 就是说直接说出你的要求 不需要预热 不需要给它什么身份 也不需要发送初始任务 或者背景信息 那它就可以直接的帮你执行任务 所以说用起来呢 更便捷更高效 那这里呢 可以看到GPTS呢 还可以上传一些外部的支持库啊 通过一个API链接的外部数据呢 它的能力呢 一下子就拓宽了很多 比如说你要发一个网页给它 让它帮你总结 那都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说我们经常用到的一些流程呢 那就可以把它的步骤呢 变成一个对应的GPTS 比如说这里呢 我创建了一个高级的文案模仿专家的一个流程 比如呢 可以看到这里呢 我在恰了GPTS的这个页面 创建了一个高级的文案模仿专家的一个流程 那么在这个GPTS里面呢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我写了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流程 想让它帮我完成的一个流程 那让它帮我分析啊 并且给出了我的12345个要求 那我还通通过这种工具呢 去采集了一些文章数据 但是呢 最后结果呢 还不是很理想啊 还得进一步的去给它进行提问 反反复复的测试 但是现在用一个GPTS的话 那整个过程呢 就变得非常的简单了 后续我们使用起来呢 也非常的方便啊 就相当于 它就是我们专门拿来做这样一个事情的一个 一个助手 那么接下来呢 简单给大家讲一下如何设置 那我们可以看到 GPTS创造界面呢 由左右分屏 那么左边呢 这里呢 是一个创造器 那右边呢 是预览 那么我们在左边呢 完成了设置了 那么就在右边呢 就可以直接进行测试 我们到时候聊天 就在这下面进行聊天和对话 那这里呢 我们就开始给他一个让他帮我们生成一个这个GPTS的一个名称 这里呢 我直接把我的要求发给他 那这里呢 我就直接让他扮演一个文案分析专家 那我会不定时的给他发送一些文案呢 让他帮忙分析啊 并且来进行模仿文案的风格 那么呢 我这里总结了这个文案的特点 然后呢 让他总结每个文案的特点 那这里呢 直接发送 他这个时候呢 就在更新一个GPTS 这里呢 我再给他用中文回复 那可以看到这里呢 他把这个GPT呢 取了个名字 叫分析专家 GPT复制分析专家 那这里呢 还给我们生成了一个头像 那可以看到 瞬间呢 这个头像就变成了这样一个头像 那么这个头像呢 那就是用这个GPTS呢 它是用一个DLE3呢 帮我们创建出来的 那可以看到呢 这个呢 就是用这个Quart呢 帮我们生成了一个 基本描述 那么连一个初始兑换呢 都把我们已经自动生成好了 这个呢 就是用一个Quart呢 创建一个GPTS呢 一个最简单的操作 然后呢 接下来呢 我们只要按照他的步骤呢 只要一步步去完成就可以了 那当我们在这里已经全部设置完成之后呢 不满意的时候呢 我们还可以进行更改 那我们还可以点这个config的配置 我们点击这里呢 可以来进行一个更改 那这里呢 是一个名字 如果说你不喜欢这个名字呢 你可以更改 那么呢 这个呢 是他对这个的进行的一个描述 那这次呢 我们给他的一个要求 我们可以在这个下面加上一点 用中文回复 指令 说明等选项 那如果说你还有一些其他的想法 或者说特殊的要求呢 那你可以在这里添加 那这样呢 GPTS呢 他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呢 就会遵循你给的这些要求 这样呢 我们还可以 还可以给GPTS引入一些外部的知识库 这样呢 我们在与GPTS对话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功能 上传自己一些写过的一些文案内容啊 那我们还可以点击这个按钮 那通过使用这个功能呢 可以上传一些自己的写过的文案内容呢 作为知识库来回答一个用户的问题 那么这里需要注意的是 那这里上传的文件呢 和我们在对话的时候上传的文件 并不冲突 那在这里上传文件呢 它会作为我们对话过程当中的一个背景和知识 同时呢 它在我们对话过程当中呢 所上传的文件呢 还可以做其他的用途 比如说分析一些文案的风格 但是如果说你要用来训练或分析的文件呢 那就不要在这里上传了 我们就点击这里进行上传 在这个对话页面这里进行上传 那接下来这里呢 我们有几个功能呢 选项需要设置 那你可以选择是否要在你的一个GPTS里面 启用一个连网功能 以及一个DAOE3的一个绘画功能 还有一个代码解释器 那么如果有需要的话 你可以把它全部都勾选上 那最后这里呢 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功能 叫Accent 那这个功能呢 非常的强大 那视频你一定要看得最后 那么这个功能呢 等会儿我再给大家解释 以及如何运用它 那到这里呢 我们一个基础的一个GPTS呢 我们就已经创建完成了 这样呢 我们可以来这边右侧呢 进行一个简单的测试 比如说我上传一个文案 我这里直接上传一个文案呢 让它帮我分析 那可以看到呢 它正在帮我们分析这篇文章 这里已经分析完毕了 这个测试通过之后呢 我们可以点击右上角的这个 点击右上角的发布 那它在问你呢 需不需要共享你的一个GPT 那这里我就选择只有我 我不需要给任何其他的人 那可以看到呢 已经发布了 接下来呢 我们就可以来到我们的一个 GPT页面的一个顶部 左上角的顶部 太大栏了 这里来使用我们的一个GPTS 那可以看到一个文案分析专家 就出现在这里了 那现在我们就可以快捷使用这个GPTS 我们直接点进来就可以了 那接下来呢 重点给大家讲一下这个Essence 那么所创建的这个GPTS呢 可以通过一个API接口呢 去获取外部的一些信息 那从来它可以完成一个更加复杂的任务 比如说我们现在要重新创建的GPTS 那它要完成就需要从外部获取一些数据啊 或者近期来源 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Essence这个功能来实现 这个Essence呢 它主要是可以帮助我们获取的一些网站上指定的数据 那并且来将这些内容返还给GPTS进行一个加工处理 那最后呢 来进行一个回答问题 那么我们点击一下这个按钮 那进入到这个Essence的一个页面 在这个里面呢 官方也提供了一些案例啊 我们可以点击这里呢 可以看到 比如说获取天气的一个使用案例 那还有一个重点的一个使用案例 那这里呢 你可以比如说我们点击这个按钮 这里呢 你可以根据你自己所在的一个定位呢 获取当前位置的一个天气信息 GPTS它会加工这些信息呢 并且返回给你 那这样呢 我会用一个非常简单通俗易懂的一个例子呢 来演示呢 如何使用一个 比如说这里呢 我想创建一个具备联网功能的一个GPTS 但是呢 我又不想用它官网自带的一个微软联网功能 而是想用我们原来的 用我们原先一个GPTS插件呢 那在这里呢 我如果说我们想要 获取一些外部的信息 想要创建一个可以具备联网功能的GPTS 那么有两种方法 一种是我们里面 使用官网自带的一个微软联网功能 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 它是有提供一个自动联网的一个功能 那这里呢 我们使用一个插件的API的接口呢 添加到这个XSense里面 来实现一个联网功能 那么这里呢 具体操作如下 大家跟着我一起 那这里呢 考虑到我们的很多朋友呢 都是一些新手朋友 可能对这个功能呢 学起来可能会稍微吃力一点 这里呢 我会讲的非常的仔细 非常的慢 大家 如果说你会的情况下呢 你可以直接跳过这一段 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利用它的一个联网功能 来获取一个外部信息 那现在呢 我是在没有任何的操作的情况下 那我在这边呢 直接来试一下 我给它一个链接 看它能不能给我分析 那这里呢 我很随意的给了它一个新闻的一个链接 那可以看到 它告诉我们 这个看起来是一个链接 它无法直接访问网页内容 那所以它没有办法帮我们分析 那这里呢 我们就必须要通过一个NPI 来连接一个NPI接口呢 来帮助我们获取一个网站上的一些指定的数据 这里呢 我们要使用到一个插件 那么我会把这个插件的一个API呢 接口来添加到这个XSense里面 实现一个联网功能 那可以看到在这个页面呢 我们需要填写一个代码 就像它这个里面关于天气的一样啊 它这里面会出现一些复杂的代码 我们完全看不懂 接下来呢 那我们要访问一个网址 那这个网址的名字呢 它叫一个GPT-STAR-AI 那可以看到这里面 其实呢 那就是GPG呢 各种各样的一些插件 我们点一个GPT-S 在里面搜索一个WAPI 那我们就点击进这个页面 那在这里呢 你就可以看到插件的一个NPI的一个NPI的一个文档 我们直接点击进去 那可以看到这里面呢 我们需要填写的一个参数 有两种填写方式 那一种就是直接把这个整个页面呢 给它编贴到这个里面来 另一种就是复制一个NPI的一个链接 这个上面 点击这个按钮来进行一个导入 导入之后呢 我们点击这个按钮 那可以看到它自动添加页面内容 那么包括要用到的一些方法 它也会自动导入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回到配置页面 我们点击这里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到 X的下面呢 已经出现了多了一个链接 iPad的一个链接就出现在这里了 现在我们再来测试一下啊 给它一篇新闻 那可以看到啊 它需要我们 那这里面我们点击一个允许 那可以看到它在开始分析了 现在它已经通过一个NPI接口呢 自动获取网页内容 正在返还一些内容给我们 那可以看到 现在开始总结了分析 那通过这个功能呢 我们可以轻松的调用外部的一些链接 链接和API接口 直接连接到一个第三方应用 完成自动化的一个操作啊 就像演示的那个样子 现在有了一个GPTS呢 真的对我们的工作呢 又大大的节省了很多的时间 当你想要学习的时候呢 不需要你去各种分析各种理解 GPTS呢 它就减少你的学习时间了 让你更轻松的把它应用到你的工作 和生活当中啊 提高它的一个使用价值 很恭喜大家能够把这个视频看到现在 相信呢 已经学会掌握了一个GPTS的一个使用方法 那么在视频的最后呢 我再给大家分享几个一个GPTS的学习资源 那这些资源能帮你快速的找到你想要的一个GPT 而且还能了解一个GPT背后的使用原理和高级玩法 那刚才给大家介绍的呢 这个呢就是其中的一个啊 它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插件啊 可以方便可以轻松的进行一个搜索 那还有这样一个GPTS商店 里面呢也是收录了各种各样的官方和第三方的一个GPTS啊 功能介绍也很详细 这里面的插件真的非常的多 那么这里你任意点击这个按钮呢 就可以直接跳转到一个GPT的一个使用页面 另外这个APP呢 它上面有很多关于恰了GPT的一些开源信息啊 它收录了一些一些GPT的系统提示词 这些提示词的话 对于学习和创建GPTS呢都非常的有帮助 那你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GPTS和功能描述啊 可以让你更加轻松的掌握一个GPT的一个使用方法 那今天呢 小悠儿这期视频呢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说你还没有一个GPT账号的话 那大家赶紧点击描述栏的链接进行一个购买 用AI来帮助我们学习 帮助我们进步 喜欢小鱼儿的 你可以订阅点赞分享我的频道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咯